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任亮憲是香港政壇的辛力君 他父親任善寧曾經是香港親台灣團體123民主同盟的主席 網名馬草黎的任亮憲 在2009年年底 在維多利亞公園香港電台直播節目《城市論壇》開始活躍 並且經常在網上號召年輕人參與節目 加上作風敢言 因此有維園阿哥的稱號 他在2010年5月4日 在社民連參與五區公投運動做世晚會後正式加入社民店 我這裏都有一個重要的宣布 任良憲 馬草黎 正式加入了我們社民團 郭兄弟姐妹 歡迎好嗎 給你激烈一點的掌聲 熱烈一點的掌聲 希望受到這次選舉最大的目標 希望可以開放黨內的民主 以及令到其他 尤其是泛民的政黨可以參考一下 入黨不夠三個月 他就參加黨內的行政委員會補選 以壓倒性票數擊敗只有19歲的對手 成功晉身黨領導陳 但是他的作風並不是黨內每個人都受落 因此不時傳出與黨員不和的消息 我沒有對人存在心病 但是我也不能夠確保或者不能夠肯定 對方或者其他人有沒有對我有任何的意見 第三 我們認為泛民主派應該和民主黨和民協這些求和派 是作出民國的規復 要求他們確保在日後 不要再在沒有市民授權的情況下 私下再和中央政府就香港重大的問題 進行行判判和妥協 否則我們社民連將要求他們推出泛民的陣營 就是這段決議文令社民連陷入建黨四年來最嚴重的危機 2010年9月底 創黨主席黃毓民和任亮憲高調出席以追擊民主黨為目標的壓力團體 選民力量的公開活動 惹來黨員猛烈評擊 黃毓民多次強調要號召選民用選票 教訓在正過一役投贊成票的民主黨 還表示如果社民連繼續留在泛民選舉協調機制 他會考慮退黨 到了10月中 任亮憲連同3名黨員 在創黨主席黃毓民的支持下 成立一齡憲章 公開評擊社民連在泛民選舉協調機制的立場 並且對黨某些處事方式公開唱反調 任亮憲亦因此辭去黨的職務 和黨領導陳對著幹 區議會協調與否 這只是整件事的一小部分 譬如在10憲章裡 已經列舉了很多所謂的不示 或者所謂的一些我們不能夠認同的一些決策 所以區議會協調機制只是其中一部分 當然這也是很重要的 我們覺得路線的不同 或者立場的不同 甚至乎有些政黨是在過去幾個月投了貢 這是一個很嚴重的罪行 甚至乎是一個可以瓦解民主派實力的動作 如果我們都不去有強烈的反彈 或者都對這些人是姑息的話 即是姑息足以讓間 我們不是激進 我們只不過是堅持我們一向的原則 決議文有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我們為什麼理解民主黨 或者民協是一個求和派 我們都要用一些時間 將我們的訊息 能夠讓市民大眾知道 其實我想當日討論的時候 有很多人其實 不是太認真地去了解內容 因為其實我們有三部曲 第一 在我們通過這個決議文之後 我們會正式在泛民的飯盒會 因為這個是各黨派 泛民主派的成員聚集的地方 我們大家借這個機會 表達我們的訊息 然後我們會去信 亦都等他們回覆 如果他們不肯退出這個飯盒會 或者區議會的協調機制 我們才會選擇 退出這個協調機制 其實這個步驟的時間 都是清晰的 可能我們黨內有些成員 很心急地希望 能夠一了八了解這個問題 為什麼我們的行為會 即使他們不成熟也好 我們都要讓年輕人去撞 你撞一下撞一下就可以了 眼見接班人有撞板跡象 早已脫離黨領導層的黃毓民 再次發揮在黨內的影響力 我又不想說話 我現在告訴你 你現在整個過程完了 這個決議文 我要提醒大家 要慎重考慮 還有真的要提議 對於黨提出的那幾個主張 你有不同意見的 你真的要站起來出來說 所以大家不好意思 他有沒有妨礙我 因為我是老幫主 他有沒有時間限制 我沒有你 你給我一個機會 我看不出有什麼問題 又或者為什麼 人家要叫他太上皇 我絕對沒有這樣的情況 如果你說他又不是黨團身份 只是普通會員 甚至乎可能已經淡出了的會員 這個他還在指點點 那你還可以跟他 就是計一計數 但是他已經是黨團身份 大家不要忘記 他代表社民來在立法會出聲 那為什麼不可以給意見 為什麼不可以 有一些主導的思想出來呢 我想每一個人都是平等的 黃毓民如是 梁國豪 陳偉業 陶君恆如是 在過程中 大家都可以有不同的聲音 社會民主連線 11月7日在灣仔會展 召開特別黨大會 討論近日黨的內部矛盾 會議討論多個議題 包括是否成立港島支部 是否繼續留在泛民協調機制 向陶君恆內閣提出不信任動議 我們不是說為賭而賭 我們都是看議題和論據 我們都是針對事 不是針對人 我看不到 其實黨裏面 究竟是在爭拗著 什麼重心的問題 當然可能有些人認為 我內閣的成員 有些人表現不太出色 但是我們都是短短 不足十個月的時間 是否應該給一些時間 其他人去參與 學習 其實你一個賭角的兩方 argument 可以去到公眾覺得 都不知道你誰是誰非 亂糟糟 其實這個是悲劇來的 悲劇代表黨本質上 是不清晰的那些東西 黨本質上的東西不清晰 大家公眾都看不明白 這個是牽涉到公眾利益的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就不好的 我不論你贏還是輸 總之你一定是要很清晰 你隨便有一方很清晰 很簡單 如果隨便一方清晰 你應該在那邊贏 另外一邊應該要輸 因為你連清晰能力也未做到 你怎麼學人去做黨 如果被你選到立法會 你這幫人污尼丹刀 贊成解散的票數是111票 反對解散的票數是170票 我不覺得大家的分歧是不存在的 但是你怎樣可以透過這個過程 大家互相學習 這個就是我們中國人一直說 搞不到民主的原因 我們是聯手一起推動了黨內民主 彰顯了社民連一路以來 我們貫徹沒有小圈子 也都沒有為威威的文化 所以我們希望 除了社民連的會員聽到之外 也都是其他的政黨 也都要值此學習一下 就是什麼叫做黨內民主 其實我覺得大家去找責任的時候 一定有把尺 現在把尺都未定 是因為懶惰 因為貪婪 因為自私 你沒有把尺去讀 私德就一定讀不到 如果說一個團體來講 一定是有一個 從團體的性質 和他應該做的事情去衡量 是沒有抽空的評論 我們不是在選道德先生 政治是講實力的 就是這麼簡單 讓他們鍛鍊一下鬥爭 未經過鬥爭的人 怎麼會成長呢 其實社民連整個水準 原來我說 包括黃先生 大致上從來都沒有這個水準 就是東西是粗疏的 隨便指向某件事 我這樣做 就說兩句 你跟一個領袖 任何一個 你都應該清晰知道他想做什麼 現在是他都給不到你清晰做什麼 你竟然可以跟他然後賭國 但問題就說 我很清晰地 就是因為你是黃先生 你自己undermine了國 你虎底抽身 令到國沒有權威 你如果這樣作為一個前主席 你就很不堪 因為你沒有理由這樣去做 炮打司令部 毛澤東方式 共產黨也扔掉這套 你有什麼理由現在自己拿來做 你拿來做 你會自打嘴巴 就是告訴別人你是共產黨 或者你被共產黨更不堪 11月1日 前公民黨黨員張超雄表示 他正拉攏職公民的李卓人 和公民起動的何秀蘭 希望成立中間偏左的新工黨 一個星期之後 以恩新港為首的前線 宣布由前召集人 現任民主黨副主席劉慧興手上 重奪控制權 肉火重生 前線跟著這兩年的路向 將會是八個字 是抗爭為主 選舉為次 就是我們要落區 另外做任何事 我們的心永遠都要記住 那些弱勢社群 記住基層的群眾 記住我們香港市民 和社群人差不多 你說得對 那方說得對 煤狗抗爭 哪有改變 制入扶傾 義無反顧 在新的左傾和抗爭團體的湧現之下 是否意味著社民連這朵紅玫瑰 就快要丟謝呢 我不覺得這個趨勢會是日後的趨勢 只是會令我們更加團結 更加具認罪力 我們日後要加長論述 或者是意識形態加強那個組織和紀律 這個肯定 不要錯判形勢 雖然你社民連現在是一個很大的suffer 很大的setback 但是這個setback 任何的危機都可以未常是一個轉機 現在無論工黨 新工黨 或者你前線 重生前線 或者社民連 走到有個位很明顯 這個大的社會力量也要逼你們 到時重組合併都不明 我們社民連是 我們將那個政治光譜拉闊了 為甚麼早不搞工黨 前不搞工黨 那不是讓我們啟發 他怎麼會做 未來的路是很艱難的 因為我們又要和建制派去抗衡 又要被共產黨打壓 又要和那些鬼鬼祟祟的民主黨在這裡角力 當然艱難了 自己又要打自己 看看這兩次選舉 如果社民連三處都輸了 那就是普通法 對社民連的一個 我自己有點憂 他怎麼能夠維持到那些參選者的士氣 面對一個真是失敗的結果的時候 他怎麼能夠令到他們 認識到這個民主運動 可能真是漫長 既漫長 但是要繼續保持鬥志 盡量去擴大和深化 我覺得這個是對社民連 一個很大的挑戰 但是我們也要記住 從政者只有政敵 而無私敵 社民連的同志 提會 很謙卑地為香港人服務 為我們的理念再出發 好 謝謝 謝謝